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司徒解说三关杀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四场国战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这四场的话 由圆湖口袋017道康Logic 请找我涛哥提供的素材 这里边十分的感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 输出流啊 输出流武将 那么打的就是激情 那么激情我们可以看到 GIG哥是吧 FuckFuck 太史词 拼拼拼 砍砍砍 双高模式 如果啊 怨气好配上捏弩的话 这收获应该不少 那么当然啊 这个只是想好的剧本 并不是如此实施 那么先看一下 上来的话 大家先忙搞一搞 这边忙搞了一个乐不苏鼠 装备贴起来 那么五号位的话 直接也是气排过 那边呢我们队友 斗空训啊 独流啊 独流 夺势啊 装起装备啊 甩一弯膀子就走人 那边的话 这边顺下架 他也只能顺下架 那么这个不太好判定身份吧 看来一下鼠将 然后知己知己比打我们 这边的话 锁锁灵魂 捆帮play 然后这个捆帮play就是 你赚到了啊 恭喜你赚到了 那么全冲投机 我们的那边啊 队友啊 这个受伤害 最后要死 还要带我们一血伤害啊 那么这边的话 肯应该是偏属 偏无将了 偏无将了 我们吃个桃 过 先龟缩打一打啊 龟缩打一打 教主虽然劈了一下 原因这边啊 也还是逃回血了 那边的话 孙坚跟香香 这个配合的话 自身配合不了了 大胜是别人的大胜 说不定还好一点啊 那么这边的话 魏国卖一波 截命给月音啊 看着大巫太强势了 刷牌流 毕竟 杜空炫跟香香 这边刷一刷的话 肯定是稳稳的 这边火攻再来一发啊 无懈可击打一波 那这一波 可以杜空了 杜空了 白迎人迎人 刷一刷装备啊 但是香香这个错误啊 一回合发动一次消极 你这个怎么能 起两张装备啊 这个应该是 这个错误不能容忍啊 不能容忍 那么这边南蛮开一波的话 我们大无无 可能路神那边要 白白了 要白白了 然后还留了一张简易 也不拆啊 也不拆 哎 这个打工打着 我只能说队友呵呵啊 呵呵 那么我们这边 请兵吃我吧 这边的话 估计考虑就是 搞下家 然后这边的话 打暗将 打着残血状态的话 还可以给香香一个回血的机会啊 给香香一个回血的机会 毕竟的话 场上没人给他回血 结果教主这个地方 慷慨送桃源 那你这个桃源一送 香香那边再回个血 跟我们奶一叫 这不是 稳稳的又嗨了 又嗨了 当然啊 教主这个是个人谋私利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那么那边大鼠窝也跳出来 那么攻击卫群啊 要看看戏啊 看看戏 那么鼠窝肯定是打我们 我们啊 再打鼠窝 这个藤甲就比较伤了 那么顺手拽扬 顺手拽扬的话 拿着防去啊 K点拼出去的话 再放一波 九炉啊 打教主啊 打教主 这边的话 肯定啊 这个打的有点 反正你都要打教主了 是吗 先看一刀再说啊 那最后九炸 月鹰这个 这个排序稍微有点问题啊 有点问题 然后我们的强输出能力 你不可否认啊 不可否认 那么继续残血状态 香香的话 再阴魂啊 阴魂 那么可以起个 对 擎杭剑啊 有杀 大点留着 防御牌留着 然后再睡一觉 我们状态又回来 那边的话 乐不思数 好评啊 乐不思数好评 然后黄中一个大猎弓 火杀的话 香香就没了 可惜 没有啊 怨气就是那么不好啊 那么请编吃我吧 有弩 还有弩呢 那么这边杀一刀 再万剑开一发 反正队友不受伤害 然后那边救起来了 救起来 劫命的话 也就卖给自己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杖八继续拍出来啊 继续拍出来 然后还是被救了 这样被救了之后 可惜我们刚才啊 这个杀的含量太少 这样继续奶一觉 我们有强力的后勤部队 香香 奶一口 奶一口就回来了 那么这边的话 终于跳了一下 肯定是飞舞了 这 即使他不杀我们 也是飞舞了 那么这边拼掉 继续来一发 这一回这个排序啊 我就对了吗 就应该这么搞吗 九炉 九炉 最后一发九炉 逃得过一轮 只能逃得过两轮 最后这边的话 可以桃子 桃子可以吃一个呀 奶奶放是没有问题啊 桃子吃一个 那么大无对大熟啊 那么香香的话 现在状态比较好 两个乐部素数又贴出去 注意这已经是新的排队了 所以乐部素数再次刷新了 那么二哥你没有距离 没有距离 有了 拆 杀呗 让你上 那么整体而言 知己知彼 我们这一波打的 还是比较激进的 一个拼点心 赢了之后 火攻 这样的话 可以杀一刀 最后再来捆绑 play 来 杀 杀 那么这样的话 最后香香补到 有逃就起 再睡一觉 我们这样暂时 黄中你没距离 放风阵了 放风阵 直接起聊了 那么这边二哥 顶多卡我们一刀 我们在这现在就 拼点还拼赢了 这个我本想可以直接就 砍一砍 直接砍一砍 然后拼点拼赢了 这样的话 也是好评 赢了两波打 然后香香收了个人头 继续跟我们睡 然后你二哥 二条一的话 是没有什么用的 那么整场 有瑕疵 排序有电问题 然后整场的话 还是不错的 硬输出是打了出来 苦肉 Fuck me 一波 阶哥 阶哥的属性 体现出来了 过排量 大使词 大离子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是大天一百 在这边拼点一刀二 然后香香后行部队 给我们奶妈 补起来 所以这一回合 整个的配合 还是比较流畅的 没有什么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在这边的话 是一个 这个这一回就 就不选 阶哥了 毕竟两个都太弱 阶哥送出来 二张的话 估计是强辅助了 如果没有队友 那就是更加糟糕 那么我们这一回合 真气肯定要选了 这个强过排量 第一回合直接弃排 那么第三号 黄瓜 黄瓜乱插 乱插入了这边 黄瓜乱插入 那么四号位这边的话 这边搞了一发 然而忙到雷击 自作炼 不可活 怒作怒待 还饮血 没逃 这就恭喜你 走上了便当之路 便当之路 那么这边的话 挑明飞味 那么教主 呵呵呵 顺手转扬 顺到队友 以一代劳刷一波 那么 以一代劳 再来了一波的话 这样的话 就看什么尿性 直接隔身 打牛 这个不是隔人打牛了 这个直接狙击而亡 太后 哎呦 还是太后 那这样的话 太后还是有点优势的 我们队友 国家 加兽 一轮足 一轮足 那么这边的话 直接选择了 搞全熊 现在全熊 人头最多吧 这个搞没有问题 而且打假太位的话 肯定也是 不太顾虑的 那正面上的话 三四后 应该不是卫国了 不是全熊了 这应该不是全熊了 六号 这估计剩下没有全熊了 如果有全熊 这个时候 应该跳起来 帮着去搞一搞 按将 来搞按将 那么这一波 南蛮一开 我们啊 这个反正 掉一血之后 这边有倾国防御 再杀一刀 补一个 没有问题啊 我们刷牌 哎呀 人而刷牌不是太给力啊 这边 无中生有开一波 远郊进攻再刷一波 这个没有问题啊 火攻一波 打 直接打他呀的 然后砍一刀甲鱼 回个鞋 吃个桃再回鞋啊 二户进食 猎人得力 这边结果啊 三号位还跳出了个全熊 那么 刚才他跳的话 也不太合适啊 没人可以调戏 现在的整体而言 现在他应该来说 比较好评啊 那么四号位 这个跳五国 这个肯定是飞群的 百步穿扬 那么现在整体而言的话 这个状态啊 其实不太好打啊 不太好打 那么整体而言 必须华佗先死啊 华佗不死 这个后勤不对 就像上一把的香香在那边 你香香不死 天理难容啊 你香香不死 那就是源源不断的血线 加上来 Gay哥可以Fuck 这边的话 同样的道理 是吧 你华佗保住自身 就是保住队友啊 那么我们大姨妈来了 然后接刀掳人的话 也没能效果 乐不素数 控一下 这个乐不素数 应该还是非常好评的 两张头气出去 我们这边的话损失啊 全熊损失应该比较大 华佗至少你一回合 想要完全回复血线的话 没有那么容易 那边的话 九杀 这边的话 整体而言现在啊 打华佗啊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像回合外的话 该里你可以控华佗的场啊 可以控他手牌 那么整体而言 如果啊 华佗不能死 那就控一下马腾的血线啊 最后反正话说 你只能清狼一个啊 这肯定是 这个普通的策略 普通策略 那么继续刷牌 这里的话 吃可以拼个点 然后再 嗯 这边的话 桃源我们也没打无蟹啊 也没打无蟹 然后这边的话 一个调蟹 还是瞬间满血状态回复了 那么估计小胖的话 还是要那个放权给甘宁啊 让他拆 拆华佗 打华佗 华佗现在是满血满状态啊 满血满状态 那么拆光 他要的 拆手牌 结果拆了个装备啊 拆了个装备 那么一代了刷一方 这里的话选择了杀甘宁啊 杀我们是完全没有戏 无中生友 我们终于这个无蟹打出去了 那么这个换装备是什么尿性 那么这里铁锁连环 这是想要 藤甲牺牲自己啊 这个不太好啊 万一人家这个自火攻一下 这个就有点伤了 是吧 虽然这个铁锁之后 可以防止他们直接藤甲 搞我们啊 但是有点风险有点高啊 那么不管甘宁那边继续拆话筒打话筒 那边无中生友再砍一刀 漂亮 先控住血线啊 这一把你不能说 群雄一定有机会获胜 这边一个放权啊 小势力凝合 放权加拆签队主任 你不能说没有机会啊 拆光 话筒就是一波带走了 那么这边还龟缩了一个香香 借刀杀人刷一波牌 那后面的话 甘宁啊 鲁光之后就能好评了 就能好评了 那这边的话 雌雄双骨剑用一发 我们这个继续刷牌 就额外多刷了一张 直接杀话筒 但是这里杀话筒 其实感觉没必要 感觉没必要 你杀话筒 他直接急救自己 不如控制一下马弹的血线啊 你的牌太多了 你的牌太多了 那么这里的话 杀一道话筒 继续有念弩了 可能这一波的话 这一轮啊 这一轮的话 话筒可能要拿下来 这边还可以再补到一下 补到一下 哥哥这个决斗 你这搞的什么玩意儿吗 这个 哎 这打的 那么刷了一波 最后再 但是这一波收 他稳赚不亏啊 稳赚不亏 然后接招吧 这里可以找甲鱼睡个觉 他可以找甲鱼睡个觉 回个血啊 你把所有的装备都掳光之后 你就弃牌的状态啊 你这个打工属性就注定了耶 所以刚才啊 可以直接找甲鱼睡个觉 然后该拆的啊 可以拆啊 可以控一下其他人的装备啊 这个没必要再盯着全熊啊 死命的打 可以看戏的状态 是吧 你的打工已经够多了耶 你看人家小胖啊 收个人头再控卫国 这个打法没有问题啊 那么我们这一波被乐中啊 且不管啊 且不管 像你现在没装备 后期你怎么打 这个罗 这个没有装备的 你还怎么打 那这边的话 跳一个飞舞将了 跳一个飞舞将 那么这边一个放权送杰音 夫君身体要紧啊 夫君身体要紧 哎呀 这又是一套 那么我们看了一下 结果是我们队友啊 队友 归宿了一个队友 那现在好咋了 那我们就盯着吴国坎 想想你现在找谁去睡呢 没人可睡了啊 那么你想要打我们 真机 你哪能打着洞 那么现在我们主视角 这边的话要注意啊 整体而言要选择那个 把这个藤甲最好给换了 最好给换了 这已经到了大后期了 大后期的话 藤甲已经太危险了 那么那边的话 我们队友啊 还有个曹逼 送了两波放逐控场 完美啊 完美 那么桃子 这个可以直接磕起来啊 满血状态 又是一波满血状态 那么离点 寻寻啊 关心状态啊 拿牌 最后一个火攻 啪 结果没得有 没有的话 杀一刀 香香还有酒 再救这就不太好 估计也救不回人了 贾大爷 找曹皮继续控场 勇士不得翻身啊 勇士不得翻身 那么再杀一刀 香香 足 足啊 整个这样了 那最后的话 还送一波大行商 送一波大行商 所以刚才整体阿盈啊 所以我们说 香香啊 打法过于激进了 收人头 收害了之后 收不住腿了 啊 这个策略 稍微有点问题啊 你杀完华佗之后 其实基本是可以 以观望的姿态 把自己的状态回满 留一张装备啊 好歹方便 后期的消机啊 那么这一波的话 又是发完工资 又是乱完五了 最后应该来说是大卫的天下了 他们想要从这里啊 打出突破口 很难啊 很难啊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继续卖一波啊 这个卖一波打的稍微有一点 啥呀 那么九杀再来一波 甲太尉肯定是扛不住了 决斗我们 这个直接补两张牌啊 补两张牌 然后又是一波刷牌 二虎进食 猎人得理 一波大行商 最后搜走啊 一波 一波 所以这一场的话 前期啊 前期大家策略没有问题啊 我们这边跟其他人 没有太多的配合 小胖跟甘宁这一波 应该来说 能够是稳稳的控住华佗 这打的都没有问题 思路很清晰 但是到了后期啊 一旦你香香 把华佗收了之后 这个就不对了 你该转一下 风向标了 风向标了 这个天时地力已经变了 你怎么还在那边搞呢 是吧 就是看完第二场啊 这个我们老婆找老公的状态 应该最后龟缩 还是龟缩的可以啊 不去控暗将啊 没控到暗将我们就赢了 那么看一下第三局这边的话 我们主视角是一个群熊啊 甲太尉配杯哥啊 甲太尉配杯哥 那么甲鱼独菜双毒啊 双毒 嗯 毒别人 毒自己 都是毒别人啊 那么知己知彼 看来不是自己队友 砍呗 呼砍呗 你们这个五号位 四号位就是呼砍呗 这个南蛮开出来的话 估计 这个飞舞 那么这边炸出一个大金熊 跟一个巨像夫人啊 那我们直接弃牌 流桃流产做防御啊 就行了 那么维母已经亮起来了 后一波的话 这个南蛮开出来 估计要亮了 那么这波南蛮亮起来 带往看我的 看我的 那么这边还想乐我们 呵呵 呵呵 维母在此你也想乐 刚放过南蛮 不知道什么尿性啊 还乐我们 那么这边的话 四号位也是飞鼠楼 那么结果是大巫啊 大巫 你我看好了啊 那么这个猪年笔合啊 拜完天地就该送入宁堂了啊 这个我们这个主视角光魂在这边啊 那你巫国啊 该怎么没 就怎么没 万进齐发 给我炉 啊 弓箭手准备犯戚 那这样的话 整体而言 曹老板待会又要来一波了 又要来一波 那么大猎阵拼出去 小桥 亏本啊 亏本 这边 打鼠 可能偏位降一点啊 可能偏位降 位鼠一点啊 难说啊 飞鼠呗 先这么打吧 那么南蛮再放一波 反正我们这个 这边的话 应该是跳无将了 那么南蛮放的好嗨啊 我们就余温得力啊 你们放啊 实际放 放的越多越好 当然这副排队 还有南蛮吗 那么那边 萌萌哒 一个大客戟 直接不用弃牌 拆一个下家 然后五股风灯开出来 我们拿一个铁锁大年欢 铁锁大年欢 桃园结役啊 这个桃园 差评啊 差评啊 本来看着大家 南蛮虎 我们很开心啊 结果这里 嗯 那么那边六号位 一直啊 继续打蜀国 那么这个尿性的话 你要说可能偏无将一点嘛 可能偏无将一点 那么八号位过河拆桥 翘鼠 这里的话八号位可能应该也是偏无将一点 二号位直接弃牌过啊 女猫继续克起 那边大银子刷一发 直接刷一刀啊 刷一刀 然后强杀 灌尸啊 强杀并重 然后这边火弓的话 直接再打一发 我们这边继续看戏的状态 拿一个人王盾啊 回个状态 知己知彼 结果是个卫国 那么他卫国这样打的话 问题也不大 去控一个 但是整体而言 控鼠将啊 其实你不如去控无将了 或者你就龟缩了 但是他这么硬生生打位啊 打鼠将啊 决斗再来一发 这个肯定是跳飞舞的 跳飞舞 那么蜻蜓宫 怒射啊 射人歇射马 周瑜小桥 呵呵呵呵 那么这一刹的话能不能带走 我们这边要就一波啊 然后一个杯哥送出去 毕竟感觉场上的无将偏多一点 我们刚才说过八号位可能偏无将啊 那么这三无啊 这两位啊 两位 保一鼠 但是这逃救了 其实 嗯 问题不是特别那个 那么 刚才我们说的六八号位都是按着打的 偏无将 所以这边的话八号位直接去控六号位啊 控六号位啊 然后我们是心智肚明啊 这个是你们队友 那我们就引导他们啊 去打一打 我们这边 留的青山在 不怕没烧烧 你们去捆绑吧 捆绑吧 那我们这边远交进攻刷一发 顺手拽扬 控手牌啊 雷杀再来一波 以一代劳 刷一发 以一代劳刷一发 南蛮入侵 开一波 开一波 反正打的是你们卫武啊 跟我们没有暖关系 那么后一波的话 这边杀得漂亮啊 干得漂亮 我只能这么说 恭喜你 盲剧道队友了 而且这边的话 难蛮入侵 有大反馈啊 结果这都是未将 都是未将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缓一缓脚步啊 不是缓一缓脚步啊 这肯定是直接打 打位啊 打位啊 那么这个五五开的差评啊 这位置绝对的差评 然而五五开出来啊 这边四号位自己不拿 三号位啊 这个也不拿桃 四号位他也不拿桃 这边的话 当然啊 刚才 这边的话就把桃送给了六号位 他们真是铁定的认为 六号位是自己的队友啊 这个 我也是没有话说啊 没有话说 那么这里的话 结果出了个点尾 你该怎么打呢 足了呗 足了呗 杀一刀 然后再三斤两人刀拍出去啊 拍出去 那么这个五将啊 打的真是难啊 真是难 那么我们现在还好的一点 在有什么地方 出来一个啊 这边 我们自身还有大招没开 那边还开了一个周态 所以整体而言应该不需他们大围我 然后一个乱舞开出来的话 他们你们打呗 去打吧 大乱舞开出来 这边啊 你司马要砍周态 我们送 送的就是这个 送的就是这个 悲歌 然后点尾送走之后的话 再一杀 徐晃 收人头 这样的话 还是瞬间把大卫给崩了 形成二打二的局面 那你们想要打的话 没有那么容易啊 那么这个万箭开出来 这坑的就是自己队友 那么不屈 我们救起来啊 这肯定救啊 肯定救 然后自己的话 再来一波 然后这个裸翼有点 有点伤啊 有点伤 其实这个裸翼 为什么没有悲歌呢 那么那边的话 我们继续加一马 卢起来 杀一刀 杀一刀啊 那么最后就看 曹老板跟这边啊 决斗来卢我们 关键时候 帷幕啊 就能打着这个对方啊 他粗心大意啊 就能忘了 那么杀不死之后 他就给你了 大杯歌 杯歌痛快 杯歌痛快 那么那边决斗被无限掉 再杀一刀 曹老板啊 防止被反馈 我们以一代劳刷一波 杀一刀 杀一刀 那么现在整体暗营啊 有人王盾啊 一个防御 然后的话 还可以有这个 断肠神技 所以卫国的话 他不敢啊 这么冒险的来吃你这个菜 那么他们想要打周态 也不太好 打我们这边自带杯歌 自带杯歌 然后那边的话 杀这个 死马什么鬼 人家有八卦可以改判 火攻来一发 杀一刀啊 你这个没有裸翼的杀 我们就直接杯歌了 直接杯歌了 天命 天命 那边的话 直接克己状态 远交进攻刷一波 南蛮入戏 死 完事 要你三斤死 不留人到五斤啊 那么这个八卦的话 全剩黑牌啊 一手黑 一手黑的话 最后跟周泰女萌单挑 其实还是 嗯 整体而言 我们这个状态不差 跟他单挑了 应该来说 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了 当然他这个 一手的黑锦囊 这个就无可奈何我们 最后这个单挑 还是有点看命 但是我们状态也不差 他要想要纯靠 平A杀我们啊 没有那么容易 然后黑锦囊偏多 闪电还中了 黑闪电我们占优 直接啪啪啪 足啊 那么这一局 整体而言的话 就是整个的一个 前期啊 就是我们啊 贴近我们的两位 都是感觉比较偏无将一点 结果他们是自 自己是大卫 那样打没有问题 偏无将 然后我们就控无将 控无将之后 最后发现不对劲了 只能控无将了 那赶紧啊 方向一改变 就要立马做出判断 所以这一局 全球应该独秒 还是可以了 还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局 鼠将何在 鼠将何在 这边的话 只能是 赵云跟 卫炎了 那么这个整体 这个 其实 这个降命啊 比较速 浓胆的话 防御还是可以的 有的时候 单挑的时候 别人啊 就是想杀你啊 杀不得啊 别人就是断杀的时候 杀不到你 你就是不会断杀 就是这么屌 就是这么屌 然后黄 这边的话 还有狂鼓啊 也可以打一波 这边的话 有一个教主啊 雷公主 那边群雄的话 已经出来了 那么大嘴开一波 嘴你开一波 你要打你的队友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啊 简直充足 简直充足 给我炉 给我炉 那么无奈 长生 赵子龙 能攻能授 又能攻能授了 这边的话 放箭放箭 打攻打攻 口号喊得好 口号喊得好 那么这边 我们队友被收掉了 教主那边是明桃的 所以他这一波放的话 肯定是放心大胆的放 那么这边啊 决斗杀一到五号位的话 就直接这样了 就直接这样了 那么这个闪电挂出去 整体而言啊 对他们还是可以的 那边青囊 补自己啊 哥哥 这个怎么补自己啊 结果又是我们队友啊 那个 我们队友这全都闷死了 这话多你不补自己 说得过去吗 那么我们这边 打的也非常激进啊 直接擒凌宫 射人献射马 那么把我们的防御 防御给破掉了 那这样我们单枪狂鼓 单枪狂鼓啊 那么这个桃源为了给自己回血啊 不择手段 那我们狂鼓就亏了 那么这边还有貂蝉的话 可以调戏我们啊 那边二号位肯定是飞拳了 飞拳还 这个身份啊 就不是特别明朗 顺手抓扬 那么我们这个手牌 可以收一波人头的 可以收一波人头的 那么这边的话 再开一波南蛮 甲鱼啊 先给我死啊 甲鱼先给我死 结果这边出了一个司马 拿着我们红牌 拿着漂亮 我跟你讲 那么这边啊 即使你不拿红 我们这还有决斗啊 收了人头的决斗补刀啊 这样瞬间啊 让我们 这个 拿下了两个人头 瞬间给我们拿下了两个人头 这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 那边的话就看 这个二号位什么尿性啊 结果还是跳鼠 这样的话应该是偏胃啊 胃无将了 看到最后再看啊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这里其实可以选择 暂时不动啊 可以选择直接弃牌啊 毕竟三号位还是暗将啊 你这里的话 如果不上暗将的话 可能有点不太好啊 有点不太好 控一下暗将比较好 那么这边的话 主要或者说 直接弃牌不要动甲鱼啊 那么这边我们啊 远交进攻 送了一波刀的话 这肯定是 妥妥的打暗将 妥妥的打暗将 然后判中勒布斯鼠控他 或者这个地方的话 直接留上勒布斯鼠 贴出去就好了啊 反正手牌没有溢出 你再控暗将 不会让那个全熊啊 仇恨 对你仇恨值太高 那么这里刷一波 不动啊 这波不动就对了 那么做好防御 那边吃桃了 吃桃 那边也在杀暗将啊 这个你暗将不出来 那就打你啊 那就打你啊 还不出啊 还不出 还盯着我们杀 那盯着我们杀呗 那么过河拆桥 拆的漂亮 这下可以打了 那么寒冰 哎呦 寒冰是个好东西啊 这个要搞掉比较好啊 搞掉比较好 那么冰娘我们决斗一下 点尾打攻状态 好评啊 最后杀一刀 足啊 收一个人头 追一张牌 接到他反正也没用啊 这个气跟留在手上都差不多 现在我们被控到一些 黑锦呢 反正都是废了 都是废了 那么这个藤甲 也不敢贸然挂起来啊 那么这里的话 藤甲最后感觉是要求啊 求人了啊 扇子赶紧系的 毕竟这副牌队刚刷完 我竟然露死了你 一个火锅 直接绷走 直接绷走 那么整体这场啊 虽然我们断场了 但是还是整体好评的 那么 刚才一副手牌刷爆之后啊 难门 万进啊 收走真机 收走教主 这一波应该来说 整体是打了一个奠定了基础 最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状态 如果不是这一波的话 我们可能生存能力还比较有限 你比如说 特别是真机司马 让他活过来 你怎么能 是吧 让真机司马一旦回过状态来 后期你就很难打了 所以 在他状态没有发挥起来的时候 就瞬间把他给搞定了 搞定了 那这样的话 应该来说好评啊 好评 最后的话 两架都去打暗仗 思路也没什么问题 你不出来 不出来就搞你 好 那么今天的这四场啊 就到这里 最后 谢谢大家